包工来了为银法族推出的 反诈骗宣传短片 警局所长特地粉末登场 一听二挂三查证 包括那个妆 花了大概两个多小时 花了两个多小时 那卸妆也是将近两个小时 合起来的 到未来的这么多诈骗集团 跟上穿越剧流行风潮 高雄三民二分局 跟明华元歌詞戏团 合作拍摄反诈骗影片 朗朗上口的顺口溜很好记 诈骗案件不少老人 人家落入陷阱受骗 透过这样的歌词戏 希望让长辈记住反诈骗内容 达到宣传效果 大爱新闻学员王焦忠 高雄报道